小镇就有点像是生物一样 每个重要器官都在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 维护任何一个小镇都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和人力 少了这些因素它就可能会消失不见 想象一下你是某个城镇唯一剩下的居民 若你想要维持小镇的运作 你就得处理很多以前可能根本没有想过的日常事物 像是金钱啦行政工作啦 还有其他很多你不习惯做的复杂事物 听起来很困难吗 其实像这样子的地方还真的存在哦 86岁的爱希艾勒 就是内部拉斯加州莫诺威镇的唯一居民 以人口来说的话 莫诺威是美国最小的城镇 它建立于1902年 当时有一条重要的铁路终于开通到了这个地区 当地人口于1930年代达到高峰 共有150位居民 在那时镇上有好几家杂货店 一间餐厅 还有不少其他的服务 有个现在已被树木遮蔽 且生锈腐烂的小棚屋 还曾经是这个小镇的监狱哦 随着时间过去 当地人口数也逐渐下降 年轻的一代冒险进入较大的城镇 以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 到了2000年代初期 只剩下两个人 就是爱希和她的丈夫鲁迪了 当时他们的孩子早就已经搬走 然后到了2004年 连鲁迪也去世了 但人口数只有一位 并不代表这个小镇就不存在 莫尔威和有着11位居民的知名森特勒利亚镇不同 它仍保有自己的邮政编码 而且你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它 这个地方本身蛮小的 总面积约为0.5平方公里 而身为美国最小的城镇 并不代表它就缺乏设施 镇上有一家小酒馆 一间图书馆和三栋房子 不过只有其中一栋有人使用 如果爱希需要些什么的时候 只要跳上她那台有着很酷的 Montor We One车牌的越野车 就可以上路了 她保存着居住地的记录 以防万一有人要将人口翻倍 或甚至增加到三倍的数量 而身为当地的调酒师 她也提供镇上最好的冷饮 小酒馆每周会营业六天 她有为数众多的忠实顾客 其中有些人爱希已经认识多年了 她也会做许多更为严肃的工作 她是镇长兼财务主管 每年的选举总是会在小镇 唯一的当地企业 也就是爱希的酒吧里打广告 当举行投票时 爱希也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只能投给自己 她每年还会亲自募集高达500美元的税金 这些钱会用作道路和镇上四盏路灯的维修之用 像洛杉矶和芝加哥这样的地方 会有一整个团队的专家处理文书工作 而在莫诺威 爱希则把这些工作全包了 她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图书馆员 这个小镇的图书馆 是以鲁迪的名字命名的 内有惊人的5000本藏书哦 有个名叫格罗斯的小镇 直到2004年之前 都是莫诺威在内部拉斯加州的主要竞争对手 但是当莫诺威的人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时 格罗斯镇就马上变成两倍大了 格罗斯最早可追溯至1893年 比莫诺威早个几年建立 这个小镇很小 只有五条街道 不过这些街道在过去都非常繁忙 当地曾有企业、工厂和超过600位的居民 但当时是不可能在所有的小镇上新建铁路的 相反的 铁路因为另一个叫庞卡西的地方 而绕到格罗斯而行 少了铁路及其带来的工作机会 人们逐渐开始离去 格罗斯也变为荒芜之地 邻近的281号公路这条主要道路 也从未开通至这个城镇 让整件事雪上加霜 在20世纪来临之际 也发生了两次大火 导致几家企业关门大吉 总而言之 到了1970年代 就只有八个人还留在格罗斯了 让时间快转个几十年吧 麦克和玛丽芬尼根这对夫妻 是现在还住在那里的最后两个人 他们就像莫诺威的艾希一样 要负责家乡所有必须处理的例行工作 格罗斯并没有举行市长选举 因为玛丽很高兴地将这个工作让给麦克来担任 这对夫妻建议着一间酒吧和一家很棒的餐厅 你可以到那里享用好吃的餐点 包括美味的印度塔克饼和葡萄干派 光是这家餐厅 在脸书上就有超过小镇人数 1000倍的追踪人数了 内部拉斯加旅馆欢迎所有想要住宿及探索小镇的游客利林 其实啊 当地有蛮多有趣的事物能让人一探究竟呢 首先 有个惊人的旗杆 是为了纪念旅馆之前的主人而设立的 还有一座被称为格罗斯水塔的老式抽水机 甚至还有一家银行呢 好啦 它只是一栋空着的建筑物罢了 在当地的公园里 你仍然可以找到曾属于格罗斯银行 英文是Gross Day Bank的金库哦 在莫诺威和格罗斯成为美国最小的城镇之前 怀俄明州还有另一个名为不服得的竞争者 直到2008年前 那里也只有两位居民 唐萨蒙斯和他的儿子 唐其实在1992年时买下了整个小镇的 这块土地共占地四公顷 包括一个贸易站 一间邮局 一所学校 一座加油站和一间商店 当时那里还有其他人 在位铁路工作 但他们不久之后就搬走了 这个小镇位于海拔2400公尺 所以并不是便利的位置 唐在那里担任邮局职员这份工作一段时间 但后来邮局便收了起来 他在2012年拍卖掉了他的小镇 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人住了 但莫诺威和格罗斯永远不会寂寞 因为总是会有人经过的 内部拉斯加州 以拥有许多小镇而闻名 这个州还有其他好几个不超过15位居民的小镇 其中一个是伯顿镇 它是一个只有10个人居住的地方 那里的邮局早就关闭了 而且到处都是废弃的建筑物 住在乡下小镇可能会超级宁静 但如果是在市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又会是如何的呢? 繁华的东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大东京地区有将近3800万位居民 这相当适于把整个加拿大的人口都塞进一个13000平方公里大小的地方 东京的交通因为非常繁忙 所以尖峰时段搭乘地铁的人口会增加200% 而东京还是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其中一座地铁系统了呢 新德里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有超过3000万位居民 很多国家的总人口数都没这么多呢 在印度的其他地方 即使是最小的村庄 人口也比美国最小的城镇还多289倍啊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